哈喽欢迎来到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 这次的影片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11月份会出哪些一番赏呢 在这部影片都会告诉大家哦 那我会挑我两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番赏 在一一介绍里面内容物有哪些 如果喜欢这个主题呢 就帮我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个赞 那别忘了再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们的订阅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哦 那就开始介绍吧 Let's go 第一个一番赏是吹眠麦克风的Vision Rap Battle 那此次的一番赏是在日本的Low Song开始开抽哦 本次的A赏啊以及最后赏啊都是大预精一条哦 所以说啊喜欢的朋友们啊 别忘了在11月3号开抽哟 第二个是以迪士尼联名款出的音乐游戏 王国之心记忆的旋律 那本次的一番赏啊 它的A赏部分就是联名款的公仔 那B赏啊也是娃娃哦 而且会有三组 有其中有两组 都是以迪士尼的米奇耳朵为造型设计 那C赏呢它是以地垫为主轴 所以说它设计成是这个圆形的 那喜欢这次的一番赏啊 别忘了在11月4号去开抽哟 第三个是出租女友 那这次的一番赏呢 它其实在8月份已经有发行过了 那因为非常的热销 所以在11月份又再次的做发行的动作 所以啊我在这次影片当中 后面也会介绍详细出租女友的各赏介绍哦 那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在11月7号开抽哟 第四个一番赏啊 是数码宝贝大冒险 那这次的一番赏啊 它在AB赏都有做一个公仔的设计 那CD赏啊也是做了一个大义军的设计 所以本套的一番赏其实CP值我个人 还觉得还不错 那最后赏啊也是一个公仔 一尊 那意识变化新版的 所以喜欢数码宝贝的朋友们啊 我是蛮建议去开抽都哟 那喜欢的话 别忘了在11月7号去抽哟 第五个一番赏啊 是新福音战士剧场版的第二弹商品 以新二号级α为主轴 所以它在造型上面啊 都有做呈现装甲的崭新的造型哦 所以它在A厂的部分啊 它的模型是做得非常的大 足足是大概有30公分高哦 刚刚有提到这个次一番赏是第二弹 那之前第一弹其实已经在7月份有发行 那它的A赏啊是以初奥机为主 那其实有第一弹第二弹 当然就会有第三弹哦 那第三弹它发行时间是在明年 预计是明年的2月份 那我这一次啊 我等一下会放一下 这次第二弹的 所有一番赏的详细影片介绍 喜欢的朋友们啊 别忘了在11月14号到日本开抽哦 看完了影片 是不是很心动啊 那记得在11月14号开抽哦 第六个是超气龙珠英雄传奇 那本次的一番赏啊 其实CP值其实也蛮不错的 那我会放一下它总共各赏的 大概平面的介绍 那请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志七龙珠的一番赏发行时间是在日本的11月20号哦 那别忘了去抽哦 第七个是神奇打贝伊布 与美术系列的调色合并成一个设计为主轴的一番赏 那这一次的设计呢 其实都个人都觉得还蛮喜欢的 而且也蛮实用 所以我会在影片的后方详细做各赏的介绍哦 那本次的一番赏发行时间是在11月21号哦 第八个一番赏是海贼王BWFC 造型王顶上决战3 那本次的一番赏比较特别 他就是以 SMSP合资国鲁夫作为主角 所发行的四只公仔 那这一次的一番赏发行时间啊 是在11月21号 所以喜欢鲁夫公仔的朋友们啊 别忘了去开抽哦 第九个一番赏是还蛮少见的 一拳超人 那这次的一番赏啦 当然不外乎 就是AB赏 就是以一拳超人 作为主角 所设计的公仔 那我个人版主觉得蛮好玩的 是他的在表情上面 做得蛮特别 蛮搞笑的 尤其是B赏 那喜欢的朋友们啊 别忘了哦 他是发行时间是在11月28号哦 第十个啊 是版主小时候最爱看的一个卡通 叫做美少女战士 那这一次美少女战士 他比较特别 他发行的是彩妆系列版本哦 那我放一下图片 让大家来看看到底有哪些彩妆哦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啊 尤其是女性喜欢的话 别忘了在11月28号开抽哦 除了以上万代所发行的一番赏之外 11月份的三日欧也有发行一番赏哦 那尤其是我很喜欢的大恶狗这个角色 那以及 Hello Kitty Melody布丁狗 大恶狗啊 这一次的主题是以冬季下雪的雪季作为版本 小微我就很想去抽抽看 尤其我想拿到最后赏一个超级大娃娃 而且那雪季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哦 再来就是人际角色Hello Kitty Melody布丁狗哦 那这一次的一番赏啊 他的最大赏就是加湿器一台 那以及最后赏很大暴震 喜欢三立欧的朋友们啊 别忘了记得关注11月份所发行的时间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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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好 effect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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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 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 至于什么病呢 请点选用上角的连结吧 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 别忘了订阅 美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会不低期上架新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搜寻FB加入粉丝团哦